有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 他最近想要成立一个公司 但他在问说 疫情期间如果我开新公司的话 会不会有一些补助呢 因为之前一直听说 所有不敢联邦政府 州政府 county city 所有的这些补助 都是要老公司才能申请 也就是说在疫情之前 你就已经是好好在经营的公司 你才能够因为疫情的影响 来做申请 可是他偏偏就是才刚开没多久 他也偏偏就是真的被疫情所影响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助 现在是可以来做申请的呢 我们QA小天使呢 为我们找到 这个每次来都会给我们提供 非常好多这种公益的活动 或者是有用的这个资讯 尤其呢送钱的这些讯息 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不少 为大家有请到的是 我们亚太疫旧业联盟 我们的PACE贷款顾问 Jennifer Gould 哈喽Jennifer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Sammy姐听众们好 那么您这个敌心听众问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的及时 因为现在加州政府 有一个叫CA Dream Fund 这是一个grant 这是个证款 意思就是说给扶持新企业 帮助你走开第一步的一个援助金 那么的话呢 这是要求这个企业 2019年7月1号之后成立的 甚至是你还没有成立 但是你准备要成立的 那就现在可以赶紧去申请这个 叫CA Dream Fund 那么我已经把链接给到您的那个同事 他可以放到你们网站上 那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叫CA Dream Fund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南加州有不同的非牟利机构 像PACE一样的非牟利机构 是处理这些申请的 那PACE是其中一家 那大家就是可以赶快去申请一下 看看因为有一些中心已经开始了 有一些已经截止了 但是你不去看的话 你就不知道 我知道PACE的话 我们才刚刚开始接受申请 所以大家可以去 到这个网站上去查 如果也可以去直接跟我联系 我可以把那个具体的网址给大家去 那这个是给7月1号 2019年7月1号之后成立的新机构 或者是正在考虑成立的新机构 那么不同的中心会处理不同的那个行业 但是你马上去申请了 但是不要 double申请 然后而且是每一个人 比如你想开9个公司10个公司 我们华人都非常的entrepreneur 但是只能一个人一个企业 OK 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好不容易呢 现在景气比较复苏了 想说赶快出来开一个减法店 接睫毛大家做纸夹的 又或者是帮人家在住这个餐厅也好 我要做外送服务的也好 现在如果我才刚开始开 或者是正要开的话 都可以来联络一下 这个加州竟然有这样子的 这个grant可以给大家宣请的话 请大家不要因为你是少数族裔 你的语文不通 你自己不够明白 你就放弃掉这样的这个 能够拿赠款的机会 我们知道每次配时来 跟我们做这个发钱的这个动作的宣导 我们每次都有好多听众拿到钱 连我们公司的同事 自己有side job 自己有其他公司的人 都因为这样的一个讯息 拿到很多的这些政府 要给我们的这些补助 这些消息真的太好了 对而且我们有语言辅助 比如是说你是讲中国 讲国语的或讲广东话的 我们都有专门的同事来帮助你这个过程 那么他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申请 还是那句话才是你一串门 你不不开门你就拿不到哦 也对而且你是完全免费申请 完全非盈利主持 就是辅导大家 希望我们这个亚裔都可以拿到这个 对走开第一步 对因为他还会我们还会帮助你 因为上面他要求你上一些课程帮助你 比如说哎呀我开检法界 我到底要开什么什么license 我要什么business license 我要到底在哪注册 这些的话在过程中都会有有收辅助 除了给钱给你还给知识 培训你就是该不要做错了哪一步 忘了什么东西 你也知道家族要好多这个那个的 超级重要对所以你跟我们密切联络 拜托还给那个知识 所以大家一定要联系我们 除了PACE提供一家也有其他中心 所以大家赶紧去联系 但是我们是有不同原种的服务 所以我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也可以找其他公司一样的 都是非盟利机构 是非盟利机构 其实绝大波数讲英文嘛 我们在美国那当然也有讲latino的 有讲越南话的 有讲这个中文跟这个广东话呢 那刚好我们PACE就是会讲中文的 方便非常多 好 好